早安 YouTube 我是騰淵 Ohio YouTube 我是一個線上日文家教 在這個頻道我會用前線易懂的方式 分享初學者也能瞄懂的日文知識 在我們看完憑假名之後 很多人都會直接進入騙假名 然後發現很難記 就放棄這個語言了 這樣有點可惜 由於這個頻道是分享一些 可以更輕鬆學好這個語言的方法 跟一些學習上至關重要的關鍵點 來節省各位卡住的時間 藤原這邊會建議各位先學好 拙音 半拙音 長音 觸音 播音 嗷音 等等的音之後 我們看片假名可以比較順 那這次藤原打算先介紹拙音跟半拙音 では 始めましょう 拙音 有看過住宿詞那集的同學都會知道 日文當中有四行比較特殊 分別是卡 殺 她 哈 行 由於我們前面遍假名的十一集 本來就是以行為單位介紹的 一行五個字 所以到這邊 照理說你應該已經要知道 行是什麼東西了 拙音的概念就是 上述的四行 二十個字 可以在它的右上角加上兩點 讓它從輕音變成左音 顧名思義就是從原本清澈的聲音 變成比較混濁的聲音 我們原本的卡行是長這樣 卡 キ ク ケ コ 羅馬拼音 只要加上拙音 就是把子音K換成G 於是就變成G A G I G U G E G O 念起來就是 Ga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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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是不是聽起來混濁了許多 換成拙音後 它就自己獨立變成一個新的行 叫做Ga行 接下來三行 偷 羅馬拼音 這行是把子音T換成D 但是因為CHI跟TSU比較特別 所以濁音也會比較特別 羅馬拼音照理說是這樣 DA DI DU DE DO 但是它是DA ZI ZU DE DO 這不是跟剛剛沙行的兩個字不是一樣嗎 你沒有聽錯就是一樣 發音一模一樣 那這時候同學就會問要怎麼分辨 譚園這邊直接講結論 不用分辨 你這次也沒聽錯 不用分辨 因為現代日文原則上都使用沙行的ZI ZU 也就是說用這兩個字 至於他行的G Z 有遇到這樣的單字 再特別拿來看即可 所以不需要特別花心力去分辨它們 接下來是最後一行 HA-HA-E-U-A-O 羅馬拼音 HA-HI-FU-HE-HO 也算是有一個特殊音 但是這次不需要太在意 因為只要把子音從H換到B就解決了 BA-BI-BU-BE-BO 例外換好了還是一樣正常 BA-BI-BU-BE-BO 比原本的千音還要規律 以上就是著音的介紹 基本上沒有什麼特別的訣竅 同學要做的是 就是注意子音換成什麼開頭 寫法的話就是右上角加兩點而已 就是這麼簡單 接下來是半卓音 半卓音就更簡單了 因為上述的四行當中 只有最後一行 HA行可以換半卓音 那我們要記的東西 瞬間變成只有五個字 根本十秒大家就記起來了 那就是把子音H開頭換成P開頭就可以了 也就是P-A-P-I-P-U-P-E-P-O 念起來是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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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 寫字的時候是在原本的輕音 右上方加一個小圈圈 這樣你就會半卓音了 也就是說最多變化的就是HA行 只有HA行可以 HA-HI-R-A-O 卓音-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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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半卓音-B-P-I-R-B-B-O 可以想像只有HA行能究極進化 那這樣我們卓音跟半卓音就學好了 下次進入長音 促音 波音 敖音 這次我有可能會有別於兩年前的影片 打算在一部影片就介紹兩個 或者是四個全部都塞在一個影片 讓各位同學盡快進入片甲名的練習 同學這次的練習是 請把卓音20個字 半卓音5個字 用你最漂亮的字機 最認真寫出來 拍照傳到我的Instagram 只要你敢傳 我就會幫你改 那麼我們下次見 謝謝你收看我的影片 如果想看到更多關於學習日本的訣竅 歡迎按讚訂閱小鈴鐺我的頻道 我是藤雲 では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